还有一个50瓦的重低音 大口径的4.75英寸的 华为Sound X 可以说超越了万元级音响 哈喽大家好 我是鬼斧神工 那么这一期视频是一期临时加更的视频 也许有人会好奇了 为什么我最近更新速度这么慢 这个怎么能算加更呢 因为本来我可能最近一个月 更新的频率都会非常低 要大概8月下旬才能恢复正常的周更的频率 至于为什么我最近更新这么慢呢 我可能卖一个关子 一会儿你们可能就知道了 不过我还是在刷知乎的时候 又刷到了华为Sound X的新的版本 据说可以超越万元音质 大家可以看到这句话不是我说的 这个是华为的老总说的 其实正常来说 我听到这句话呢 就觉得就不需要过多解释 不过我看了一下这个华为官方的一些宣传 我觉得还是有些事情 可以借着这个事情来进一步科普一下 其他的这些 比如说正负多少dB或者说频宽 再比如说这个时针低于1% 这个测试条件到底是多少 有些没有说的特别明确 这个我们先不管它 我就是有一点我想吐槽的 就是关于这个93dB最大声量级 所谓的这个高动态 实际上我家里的音箱的灵敏度 都有94dB那么这个最大声压级93dB 为何会声称是一个高动态呢 可能很多人对这个音量并不是特别有了解 没有太大的概念 其实呢如果纯粹说90多dB呢 这个音量也不低了 平时呢这个已经算是比较大的一个音量了 但是问题在于这个90多dB是测试条件下 通常是1米的状态去测的 那么如果你是在2米呢 如果你是在3米呢 那么通常呢就没有测出来的这个深压级这么大 那有些时候现在还会用0.5米测 甚至更近的距离测 他不告诉你到底是什么状态测的 他说我测出来就是这么大 至少我个人认为这个93dB是不能被称之为高动态的 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真力最入门的 怎么说最盖的一个音箱 8010都有96dB 大家都是单支卖的嘛 华为这个卖2200 真力这个卖3000其实也差了只差了800块嘛 当然了很多人会说真力的这个8010呢 低频下浅是不如华为的这个Sound X New要好的 不过这里就牵扯出了另外一个问题 这个93dB呢 可能只是在某一个频段并不代表在最大生涯级的这个情况下 全平台都一定能达到这样的一个动态 实际上呢 基本上有缘音箱都是存在一个叫Limiter的东西 也就是大家可以理解为有两种情况了 一种是这个单元呢 本身在高湿量压级下会失真 会失真的话 那么就需要Limiter把这个它的功率给限制住 所以说正因为有Limiter把它的功率压缩了 那么实际上在比如说一开赫资还能到90dB的情况下 那么其实低频是到不了这么高的 低频已经被压缩了 这个是很多时候现在很多小音箱 它实际上和大音箱摆在一起 像华为这种小尺寸的音箱和真正的大尺寸的 比如说12寸15寸摆在一起 你不论是听打鼓啊 这种敲鼓的声音 还有看电影的都是纯被吊打 然后被秒杀 但是你们看这个下浅呢 都可以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低的数值 那么问题通常就出现在这里 我在一个平常状态下 我也能达到比如说38赫资的下浅 但是一旦这个瞬间有个大动态的声音 这个声音在低频可能被压缩了 那么实际上这个低频是出不来的 对于这样的小音箱 因为这个小喇叭它就出不了这么大的低频 要么就是这个功放的功率比较小 华为的这个应该也是一个 它所谓宣称50瓦 反正几十瓦的功放 那么玩家庭影院也好 或者你玩低音炮也好 你大家如果玩过就应该对这个东西功率到底是多少 会有一定的概念 那么这款音箱还有一个可以说比较值得吐槽的点 我这里说的是官方从官方这个信息中能找到的 你可以说是语言测评 但是是根据官方的架构其实就能推测出的 根据声学原理就能推测出的一些事实 其他四个单元是中音单元 也就是说其他这四个单元 这些方向如果没有这高音单元的话 它是覆盖不了一个全频带的 可能它只能到中频 高频可能就没有了 或者说会大幅度的衰减 所以说这样的话 其实就更偏向于一个传统的音箱 有所谓的指向性 有所谓的音箱的摆位的角度和听音位的这样的概念 那么和之前的华为Sound X 还有苹果的HomePod相比 很难说你在空间中的任意位置 都能获得一个相对均衡的体验 因为智能音箱毕竟 它确实不像传统的HiFi音箱那样摆位去听的 有的时候这个听音位是不确定的 有些时候可能还是360度的这种声场覆盖 会更能够应对更多的情况 所以说这个三分频的设计 我个人是感觉比较迷惑的 要不你就把其他的方向也都加上高音单元 对吧 这个我不是特别理解 至于这款音箱的表现到底如何 我也会 因为这个音箱是在8月的中旬正式发售 那我在8月的下旬进行一个测评 不过说到这里 有些人就会说了 那我这是强人所难啊 人家苹果顶天也就是类似的水平啊 哈曼卡顿它也不可能比那些什么 真正的高品质的音箱要好啊 但是至少我印象中好像苹果哈曼卡顿 好像是应该是没有说过能够超越万元水平 应该是没有说过这样的话的 那我们退一步讲 我就先不提啊 两年前的那个Sundax和HomePod的对比 假设这次新的Sundax真的能够超越苹果的HomePod的 你就老老实实说我这一个什么2000元最牛逼 或者说秒苹果HomePod的 或者秒两三千的音箱 这样宣传呢 好歹也是更怎么说呢 你非要说是超越万元的音质 这就好比你明明是一个什么春风250啊 偏偏说你秒什么杜卡迪V4啊 秒什么宝马DoubleR这种 这个就是让人觉得非常的个影 对啊 这个我就只能点到为止说到这里 那大家也知道我最近在干什么了 我也是人嘛 也要生活嘛 可能最近这个月更新的确实慢了一些 对啊